字幕《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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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是不是很久没见到我呢? 没错啦 近日因为忙于看太奇的关系 疏于做食物 那不要紧的 我这次补偿大家 做一个超级邪恶的和牛三文治 說明和牛三文治 第一個部分當然要先做和牛 我們先把和牛放進鍋裡煎 煎到差不多要翻一翻 一邊煎的時候 你一邊按壓它 讓它在中間熟味 因為如果它太軟的話 其實中間還未熟 而你可以按壓它 讓它的肉汁可以出現 煎到大概這樣 就可以拿起上碟 準備肉煎 好了 現在的第二步 就要做三文治的底 我們要把四隻蛋放均勻 我們可以用長的氣餅 先倒進去 然後 預先醃的芳包 我們可以放進去沾 然後 就可以放進鍋裡煎 然後 煎一下 然後 待會就可以放進兩張 兩邊煎到差不多 我們可以放進一片芝士 然後 然後 我們把這一塊 鋪起來 這樣 這個 我們就做了底 我們就可以把它 分開去 快速上 醃線 好了 我們 剩下蛋醃 我們就做一個炒蛋 很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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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油膏 我們可以放進去 好了 OK的了 好 那我們就放上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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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剛才的鋪 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現在可以把炒蛋放進去 隨你喜歡,多一點也沒問題 然後放蕃茄在上面 說明是邪惡 邪惡呢,我們要再放一塊芝士 最後留了一樣東西 如果你想更好吃的話,可以放這個Mainless 放進去 那我就... 就這樣 就這樣 好,然後呢 放進去 這個非常邪惡的和牛三文治 就完成了 是不是真的很邪惡呢 你看看 好,那先重複這些材料 有蕃茄 雞蛋 厚切的芳包 和牛 和芝士 這麼邪惡的東西 當然是馬上試吃 看到都流口水了 好正 好邪惡啊 你們不要再看了 太邪惡了 不要看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除了subscribe我youtube channel之外 你也可以加入我們facebook的美食市處專頁 多謝你,拜拜 好,謝謝 好,謝謝